在云端上面这个成绩就是这样 当然你把它下载成CSV 可是CSV我们要读的话一定是 第一个一定是先把整个读进来 所以读进来的话它里面基本上 它的架构应该是按右键 我用开启的话 用这个所以你会读进来一个 两个 三一直往下 但是问题来了 我将来因为我要 知道个别的比如说 那个国文的成绩 英文成绩数学成绩 而且要把它分开来 你不能把它全部放一起 另外的话可能还要把那个人 因为我最后希望看到的结果 可能就是说还要什么呢 最高分的人是谁 国文的那个最高分几分 是谁 OK是谁这个可能要麻烦一点点 那我要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最高分 其实写法很多真的 所以像我刚开始 写的方法就是跑个逻辑判断 在回圈里面呢 把最高的保留下来 最高的保留下来 所以会先建立可能三个变数 一个是B C D 就是国文英文数学 预设值等于零 如果说取得的那个词 比它大的话就留下来 所以最后留下来都最大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 要跑好几个回圈 你要跑好几个逻辑判断式 所以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当然有 这部分的话 可能请各位先试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四个栏位 所以这里的话用什么方式 把这四个栏位资料存下来最简单 后来想一个简单的方法 串列的名称 干脆就是你把它模拟成 模拟成那个 Excel A的话就A 所以A B C D 所以你会看到我上面程式里面就是 我就建了总共会有五个 跟上四栏 所以四个 所以用简单的方法 所以干脆用联想 干脆就A B C D 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的话 你就分别把那个 姓名放进去 郭文放进去 就分别 放不同的资料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分别把这些资料给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把那个 成绩先读 读到这四个串列里面 然后先还不用比对 先把资料先读 读出来 那第一阶段先完成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说 他的最高分是谁 最高分是几分 是哪一个人 这个地方怎么做 那地方就是 因为会有四个栏位 那四个栏位里面呢 我希望第一个 先把我的成绩先print出来 print的过程当中 当然最好是怎么 直接干脆在过程当中呢 就直接帮我找到 那个哪一个是最高分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哪一个是最高 哪一个最高分的 它的名字是 它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这边的 我写出的罗级第一个 就是我先 一样去开启它 所以开启 刚刚我讲过 用绝对位置 所以我这边前面加个r 如果你不加r的话 可能你就是要 做拖曳资源 就是变两个斜线 两个斜线 它打个r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把这个档案打开 一样是把它reline 因为这个档案的话 里面的话很多行 总共好像里面我们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学生成绩的话 我如果用那个记事本开的话 它基本上好像有八个学生 加一个栏位的名称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其实分别把这些资料读进来 所以全部读进来 我把它读到list 1 跟刚刚一样 那再来的话 我要把它分开 就是姓名的话在A栏 所以我就建一个A的空的list B是类推 ABCD 可是其实这边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你会办法让它更简单 因为它要四行 没有办法向底下 你会发现如果底下 底下这个秘密法 其实这边总共会有三个变数 就是B的话 指的是国文最高分 然后那个英文最高分 数学最高分 预设值都是零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串 你就不用写三行 但是呢 那个特别主要 上面这种你不能说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把 把那个A等于B 就这样子 然后等于C 这样子 等于D 底下的话不写 我们说这些不写 这样可不可以呢 其实一执行就错了 执行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type 这个有一个错误 那错误讯息的话 它就 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个串列 主要特别注意 如果以后呢 你串列 要宣告成 比如说你有四个串列 要宣告在同一行的话 它比较麻烦 我记得它的宣告方法就是 你变成这边要加豆点 A豆点 B豆点 C豆点 D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就是这样 后面就是跟他讲说 后面这些 就这样子 后面有四个 前面要四个 后面要四个 不能像说那个变数 变数的话 就是单一可以这样 直接可以全部都是零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点 以后如果说呢 你有很多个串页 假设你有很多栏 那你不是写一大堆变数 那你这边的话可以让程式更精简一点点 当然你要写刚刚那样也OK啦 就是说我是觉得以我的习惯 尽量程式让他 不要行数越少越好 所以记得如果说你有多个变数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底下就可以删掉 印象中这样执行看看 应该OK 执行 OK 有没有发现 这样底下就不会有错误 OK 所以第一个 如何让那个你 总共会有四个串列更精简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假如我要输出的时候 可以一边输出 一边找到最高分的话 主要是这个最高分 还有那个最高分的人是谁 这个是这一题最麻烦的地方 如果你要算总分跟平均还好 因为反正跑个回圈 然后你把里面的资料调出来 加总平均 但是呢 怎么样抓到那个最高分跟最低分 其实 当然我想了很多种方法 当然传统的写法一定是这样子 第一个 我先把栏位先输出 因为我们这几个栏位名称 将来不会放在串列里面 因为你不能说把姓名也放在串 姓名这个两个字的栏位 也放在那个串列 好像感觉怪怪的 所以通常就独立放 所以我把它print在上面 就是它的栏位名称 姓名 国文 英文 数学 然后在跑一个回圈的时候呢 我range从一开始 我不要从零来 因为这个资料里面的第零笔 基本上就是栏位名称 我在跳过它 然后分别把国文 第一个这个是放在A 这个放B 放C 放D 一起类推 就分别把资料逐个逐个放进去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 因为这个print 这个应该把里面的第几个print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那个list 这个部分 假设我这底下先print到这边好了 假设我要把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全部print 那我就print把list1里面的东西print出来 并且把它后面的那个画囊把它sripe掉 所以第一个我们把它列印出来就长这样子 这个是第一个我希望做到的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第二个我如果希望呢找到它里面的那个 就是最高分是哪一个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一样用那个把这个串列把它sripe切割到那个list2 跟刚刚一样 那里面的话就分别怎么样 把那个资料呢分别放在D0个 姓名的部分放在A 那国文的部分呢放在B 不过呢B里面跟CD 国文英文数学会有另外需要做的是什么 找出谁最高分 然后呢 那个最高分那个人是谁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当然如果说你用传统的方式来做的话 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就BMA 预设值0嘛 反正呢你只要跑一个回圈 只要抓到那个数字 第一次一定是比0大 所以你只要把最大的那个留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最大的那一个 如果比第一次一定是这个BMAX是0嘛 所以第一次抓的那个数字一定会比他大 那比他大的话呢 就帮我把它留下来 然后放在BMAX 那另外的话最重要就是底下这个啦 把它的名字记下来 名字在List的第0有没有 index0的位置 然后呢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FUNSALT 把那个什么B里面最高分 跟B里面最高分那个名字留下来 那意思类推就是把B做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复制贴啦 贴之后的话分别就把它改成C 其实其他都一样 这边再贴把它改成D 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得到最高分的那个是哪一个 然后最高分的名字是分别是英文跟数学把它做出来 最后的话呢我就把这个结果把它print出去 print里面的话先print一个这个等于是一个分隔线 分隔线底下的话就把总分print出去 那我用SUM 在LEM平均把它print出去 接下来就是把最高分跟它的名字分别print出去 我可以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得到结果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不过呢 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让程式更精简一点点 里面的话 后来我想到有一些方法 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List里面有一些方法 可以帮我们找到 那最高分当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这个清单里面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Max 有没有 现在Max在哪 前面有 在这里对不对 那其实呢你可以用Max 另外可以配合一个方法叫Index 因为主要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最高分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用刚刚那个方法的话 你要怎么找到最高分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其实后来我想一下 对其实用这两个方法 你就不用做刚刚那些判断 可是要怎么改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 第一个先把我刚刚讲的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 我刚刚这一段程式比较冗长一些些 那我也把它放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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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